3号美国彭博社报导 美国商务部这个星期将发布一系列新规定 对美国半导体技术出口到中国扩大管制 包括正式限制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到中国 禁止贩售制造逻辑晶片 和记忆体晶片的工具给中国 并限制中国取得用于超级运算和人工智慧的晶片 今年8月美国才禁止美国两大GPU晶片厂AMD 喊徽达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出口系统半导体到中国 华盛顿邮报报道 打击范围将比先前对华为出口管制更为广泛 使用这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将阻止世界任何地方的公司 在没有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 向中国买家出售某些先进计算晶片 路透社指出 这些规定是美国为了要阻止中共军方获取晶片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启玲综合报道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